Ryo聊四季 天眼東跟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於暢化的加利亞 那這張地圖是非中臨終空地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日本的能力 日本的能力他的漁船 跟這個漁船會有雙倍的生命 那他的遠程護甲會加2 工作效率的話 從黑暗時代就有5%的效率 那黑暗時代5% 封建10% 城堡15 帝王20% 的一個漁船捕魚的效率 但是這張地圖 他只能用漁民去採這個魚肉吃 所以說他比較沒辦法使出 日本的這個漁港的效果 漁場出漁船去捕魚的方法 所以這張地圖以日本來說 沒有太大的優勢 但除此之外 日本這張圖 最大的優勢應該就是採礦營地 跟那個伐木場 還有這個魔紡 變成這個本身就有一個半價的優惠 這張圖其實是蠻需要蓋魔紡去補這個魚的 所以日本這張在這張圖來說 最大的優勢就是這個半價支援 支援點 是他的一個核心 對我 經濟重點 好 那再來講這個 他的步兵 步兵的話 封建時代開始 攻速加33% 步兵本身攻速就已經很快了 那日本人的步兵 就更快了 畢竟有這個日本武士雙刀流 攻速極快的一個打法 好 那我們再來講他的銀貫科技 射箭孔 射箭孔的話 可以讓箭塔能射的比較多箭矢 就是雙倍箭矢量 那本身箭塔的話 平常都是有單隻箭矢而已 那城堡的話 原本就是附帶4隻箭矢 所以城堡攻擊為什麼這麼高 就是因為他有4倍傷害的概念 好 那我們再來講保加利亞吧 保加利亞的話 最主要的能力是 他的騎兵有這個馬凳 可以讓騎兵的攻擊速度加33% 攻速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再來就是 他的一個兵工廠 還有這個工程機製造所的 科技費用減50% 所以他出投石車的升級啊 或者是 點一些攻防的時候 這個成本壓力是比較小一點的 再來就是他的銀壘 是比較一個特殊一個塔的單位 算是一個小型城堡 造價只要城堡的一半 血量的話好像只有2600滴 也是城堡一半左右的樣子 那以內的效果的話 也是蠻適合打塔推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場比賽有點算是塔推對決 看哪邊的塔推的最穩 或是陣地戰打的最穩的一場對決的感覺 所以這場比賽還蠻有意思的 好 再來看一下 兩邊的開局吧 那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 兩邊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遠的開局 那這邊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捕魚的話 都是比較遠的一個位置 像這種地方啊 很容易捕魚就捕到出事了 肉麻過來就死了 或者是直接攻兵過來就死個敗了 那通常啦 高手們的開局 這張圖都會開在中間這個位置 像這種開到這個地方啊 把TC可以跟魚一起補 那通常不太會把TC開到這麼遠的地方 因為你這樣村民要出去要採黃金啊 或是石頭 或是吃鹿啊 其他地方的話 會比較難獲取一點 可能是需要耗費一些資源點 像蓋更多魔房啊 或者是蓋更多魔房去吃這個斑馬啊 或是這個魚群 都需要一些資源 走來走去的時間 就是會耗費比較大量的一個時間在的 但以這個開局來說我覺得還可以啊 就是不會太差 但是 日本這邊就有點太角落了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喜歡開這個地方 但這邊也是可以啊 畢竟這裡有石頭跟黃金啊 那也有魚群 那樹也在後方 那在前期來說 日本防守會相當簡單一點 但相對保夾莉亞這邊就是比較遠一點 但也沒有遠到哪裡去啦 有可能他們開局就只能看到這些魚群 所以導致他們只能開在這種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也算是小小細節 那剛好這張土啦 土的地方都沒有理這個樹太遠走 所以就會變得不會那麼嚴重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些玩家玩上的地圖 他把這個 TC蓋在這種角落的土 結果隔壁 都沒什麼資源啊 他真的要像日本這樣要出去挖資源 就花非常久的時間 好 那這邊日本已經點下城堡時代啦 但是保夾莉亞這時候才點下 才升門封建時代 哇日本這邊高速升風啊 哇這不得了 這邊感覺近距離木區 有點打出優勢的感覺喔 好那日本這邊上封建時代 上城堡時代的話 哇這個時間上了大約 快要兩分鐘耶 哇他這個升時代真的是有點快 沒想到這個日本 打這張圖也是 好像有點厲害的感覺 好 那這張圖的重點就是像阿拉伯一樣 怎麼防守是一個問題核心的一個 的玩法 就是因為這張圖就是 像他地圖所說的 非洲臨終空地 哇到處都是空地 你要怎麼圍家就是個問題 那大部分這張圖 大家玩大家是不圍家的 那比較好圍的話 就是圍個L型的 像這樣子圍喔 圍到這個漁虎 然後圍過來圍過來 用TC連防 這樣子一個圍防 連防的方式 不然就是到處蓋TC或劍塔 都是一個防守的方法 當然到處蓋TC 或是劍塔的方法的話 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石頭 跟荊棘 那這個玩法比較適合日本跟保夾莉亞 所以這兩個文明 打這張圖都是算是還不錯的 好那來看一下保夾莉亞這邊選擇是打馬功 馬功的話就比較機動性好一點 畢竟他兩邊都是算是一個對點的位置 日本是在9點鐘方向 那保夾莉亞在3點鐘 剛好是正對方 所以出個馬功剛好燒了也是蠻合理的 好那馬功過來 確實抓到一村了嗎 欸沒有 日本這邊收村很快速啊 好那這邊再深入一下伐木區 哇這邊直接造成這裡 大部分的農田不能種田 黃金也不能挖 日本這樣做出一個什麼處置呢 要開始出戰毛兵了嗎 但是這裡好像沒有射箭場 哇 他太偷了吧 這時候才蓋下BK哦 那BK的話可能會造這個頭車 或者是奴炮 目前看情況的話 出奴炮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造價便宜 先出一台奴派鴨金會比較好 投車的話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好那這邊 黃金大部分是選擇先出僧侶 然後去招翔 順利招到兩隻馬功了 好那這邊奴炮出來了 OK 點一下奴炮之後 開始要進行反擊了 很多人在問說為什麼不出投車 因為其實在這種高手局 馬功的話很容易就是因為投車 稍微只要B一下隊形 就很容易可以把投車秀到 然後投車一發都打不到這個馬功 所以奴炮以正常觀念來說是比較好 因為造價低 而且又比較可以穩定輸出到血量 就是這個傷害值 比較能穩定打輸出出來 是比較一個重點 那投車的話一定要打到才可以 但通常真的是不好打 你看這個奴炮 只要硬打的話 還是可以打出傷害 大量的馬功還是會到 奴炮這邊直接硬打 你看確實把血量消耗非常非常多 這邊直接硬給老頭的下場 就是被奴炮串燒 所以奴炮為什麼在這種時候 是非常非常好運 就是這樣子 你不用去操作 這個奴炮就可以自己 把他們這些馬功打到非常非常慘的血量 讓他們無法繼續做一個騷擾 讓馬功不能騷擾的話 這就賺到很大了 欸這奴炮還抓到了 哇靠 直接在抓三隻 好那再來用這些招香的馬功去追擊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當然要這裡要補一下血量 欸但是這邊沒有選擇防守嗎 欸沒有要去救嗎 欸對救一下救一下 沒有馬功去救可以了 好那這邊馬功直接在招香兩隻幾乎蠻血的馬功 哇靠日本這邊招香做的蠻到位啦 這邊還居然挑過這個血多的馬功來招香 這個這位沒有名字的玩家喔 也是細節拉滿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正面攻擊 要怎麼打呢 因為目前日本都是打一個純冷的 沒有在出兵的一個狀況 這邊還點下一個救贖思想 這個救贖思想可以招工程器跟建築物喔 這邊看來是蠻針對對手的一個出兵阿爸囉 好那看這個馬功直接射這個頭車的話 其實傷害一高起來是能拆掉的 那這邊順利招香到一台頭子車 那頭子車跟攻擊器的進攻 讓保達利亞這邊有點難受 那日本就趁這個雞塊剪下的帝王時代喔 這個上帝王時代喔 這個上帝王時代非常非常早 算是只有八起春的時候就上帝王時代 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點攻防 那所有的攻擊跟防禦 箭石攻擊防禦都沒有 只有點這個彈道血 所以造成他的食物存量其實蠻高的 好那這邊點一下這個箭塔 吊動塔 那大學的話可能要來升級這個 防禦箭塔升級 好那這邊射箭 角色號的箭也在升了 但是點一下這個魔防水車 卻沒有點下這個 防禦箭塔 怪怪的啊 防禦箭塔應該是要先點的 那這邊銀蕾蓋蓋出來了 那銀蕾剛剛我們有講到 是小型城堡 血量2600滴 那傷害值的話也是蠻高的 這而且也是四倍箭矢量喔 跟城堡的箭矢量是一樣的 好那點一下二級射之後 這個箭塔的威力就越來越強喔 現在目前箭塔比較弱一點 沒有什麼能力 5加2 哇這點一下化覺 啊他是不是忘記點這個啦 忘記點這個防禦箭塔升級 還是他沒有要打塔弓啊 這個感覺打個塔弓會比較好 好那這邊打個三級射之後 應該可以選擇打這個馬弓 或者是強弩喔 日本的弓兵也算是蠻厲害的 原有這個母子團 而且工坊都是全滿的一個狀況 化學一有 什麼都有 應該每個玩家 每個文明都是有化學 好 好 頓南美洲那邊贏 南美洲那邊贏 南美洲有 好 那這邊的話塔取得蠻多隻的喔 好那防禦箭塔都點下 防禦箭塔點好之後 攻擊力大幅提升7加4的一個傷害 好這邊稍微減數一下 好那在前面立起來一個城堡 那這個城堡 準備要點下銀罐喔 銀罐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讓這個箭塔變成兩倍傷害 那這個銀罐是4倍傷害嘛 4加5 這個5是裡面有馬公駐守的關係喔 那原本的城堡是4倍傷害喔 4倍箭矢量 好那這邊目前箭塔就是這個0 就是只有一弓的概念 以倍傷害的意思 好那點下這個射箭孔之後 這個箭塔就變成小型城堡 那我覺得世界帝國設計這個能力喔 有點在是 就是暗示這個日本的戰國時代喔 很多據點喔 都是會有那個 有軍閥在那邊駐守的概念 所以會自動射箭死喔 會自動防守 那就是這個 每個箭塔就是每個大名的一個地方的概念 呵呵 我覺得蠻有趣的喔 4D我在這種小細節裡來說 我覺得 這種細節 算是一個小小的不錯的一個設定 好那這邊 日本這邊打一個塔弓 連三根塔 然後起了一個城堡 然後這邊聰明想要直接來硬拆 結果後面有大量箭塔 哇 看這箭塔傷害非常非常高 現在是兩倍傷害8加4 哇 這個8加4傷害非常非常痛喔 而且是兩倍傷害 即使裡面沒有人駐守 這個傷害是非常高 你看 這個寶加利亞奇兵 瞬著就被射死了 哇 這個威力非常非常那麼快 好 看一下中間這些位置 目前日本的箭塔防守 做得非常非常好 箭台變成大型箭塔 射程是8加3 哇 連金怪都點下來 那稍微講一下 日本的彈射器這個能力 彈射器的話 可以讓這個巨型頭時機的 拆動速度變得比較快一點 再來進攻來說 會比較靈活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 點下去之後 算是蠻 蠻有錢的人會點的 基本上去點這個的話 有點投資成本太高了 基本上還是會先趕快把這個 馬弓或是強姆 出出來 都要去點這個 他這個是居然是沒有先出 主要軍隊就先出了 蠻特別的 主要日本這邊是打一個 塔弓的戰術 就是用這個防大型箭塔 慢慢推進的一個打法 好 那動作馬弓點下去之後 馬弓的話 就是 被躍性的攻擊力的成長 看一下這邊攻擊力 哇 直接7加4啊 這邊連防禦都快點完了 只剩下一防就點完了 那這邊日本馬弓點完之後 這個其實馬弓效果也是蠻好的 血量有80滴血 而且是7加4的傷害 防禦的話也有0加6 還不錯 基本上什麼都有 好 那這邊 還點一下這個 劍俠草 點下去之後呢 這個大型箭塔 攻擊力會再加3 攻擊力高達8加7 不能再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這個8加7 這個8加7實在是很多 好 那這邊保鮑莉娜直接馬弓 壓制左邊過來軍礦區 那這邊日本馬上補下了很多箭塔 但前線這個箭塔有點躲不起來 正面的話 具體操作機 大量的在輸出 總共現在有3台在對抗中 那日本這邊 修城堡的人 好像沒有非常非常多 保鮑莉娜的人數好像差不多 但是保鮑莉娜城堡裡面 有大量的馬名在助手 所以傷害蠻高的 但是好像要被修回來了 日本這邊是又點下這個 雙瓦技術 兩邊都有點 但是倒下的卻是保鮑莉娜 保鮑莉娜這邊城堡對決 輸掉了第一波的決戰 但是日本的城堡能守住嗎 只要3巨頭 城堡就很難修回來了 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好像很困難 有困難 這個困難太大了 哇 3巨頭 高打地 就是這麼的Easy 好 但是左邊日本靠的馬弓的努力 跟大神劍塔慢慢的把這塊金礦區搶回來 現在兩邊都在爭奪上下的一個資源點位 這張地圖算是蠻特點的 異宗林中創地的好玩地方就是不像阿拉伯 資源非常的稀圈 只要被鎖到野金啊 或是自己的小金礦 基本上就去了 但是這張圖最大的優點就是 礦產資源非常豐富 你看這個金礦區啊或者石料 都是非常非常大量的 好 那這邊巨型偷石技直接反殺 高打地直接再解一台 沒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巨型偷石技一定要都要靜在高處 因為這個加成傷害喔 在這個巨頭不打的時候 這個優勢非常非常明顯 這個多30%傷害喔 就會看得出來 這個威力非常非常痛 看一下這邊應該倒掉了 OK 保加利亞三巨頭 直接反殺日本三巨頭 好 好 那看一下上面 上面這邊開始有一些 射箭場在蓋出來 中間想要來偷拆 結果被偷的氣 反殺了一下 這裡有一隻保加利亞奇兵 想要來反擊一下這個 投石車 但是馬功閃很高 有機會嗎 沒機會但是會站起來 站起來再給他一棒 來不及一棒阿 那個殘血的一滴血的 頭車居然沒倒阿 好這邊距離頭上的慘突阿 但是兩邊都在出這個重型馬功 但是日本這邊已經是重型的 當然是保加利亞還沒有點下重型馬功喔 化學到現在也才點 所以現在目前保加利亞 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慘的 沒有中光馬功的話 這個馬功效果就不好 而且保加利亞的馬功很問題 他沒有三級的防禦練甲 這弓箭練甲是沒有的 好他叫弓箭皮甲才對 這弓箭皮甲的話 在弓箭對決來說 尤其是馬功對決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是會加遠程 防禦2點 那他沒有辦法加他 就變成0加6 對上0加4的對決 但是硬生生要多吃2點 所以日本目前這邊馬功的話 是有相當大的優勢在的 那保加利亞的話 這邊一定要打出他的核心 玩法的話可能要除這個馬蹬 讓這個騎兵攻速加33% 直接去一點這個日本的馬功 可能會好一點 畢竟這張圖的黃金量也是非常充足的 打一個騎士暴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然就打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都算是一個蠻讚的打法 但保加利亞騎兵如果要打的話 這個銀類跟城堡數量比較夠多 然後職地數城堡或者是食物堡 這些量都要非常非常多 才能打得起 目前看起來 保加利亞家裡的經濟來說 算是比較偏 沒有再濃的一個狀況 他的經濟量大部分都是木頭 可能是要一直維持出馬功的關係 所以把他木功的數量非常非常多 所以沒有辦法出到大量騎士 或是保加利亞騎兵出來 做一個反制的一個動作 偏困難 這邊戰卯也是出的相當大量 而且軍隊頭子也在出 那日本這邊還軍隊下了 中型頭子側的升級 因為頭子側的傷會就會非常非常猛 打這個戰矛或是馬功效果會不錯 那在前線補下BK 看來是要繼續出頭子側 這邊三巨頭慢慢把日本的劍塔 殺神劍塔慢慢補了回去 大喜劍塔對於巨型頭子側 巨型頭子側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反制方法 但是這邊這一波馬功進來燒了 燒到蠻多村啊 日本這邊配地只殺了38村了 哇這個馬功一進來直接洗血村民啊 上面這邊大量馬功戰矛過來 想要來防守一下這塊城堡的地方 但是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有非常大量的戰矛 戰矛打戰矛都是有優勢在的 而且打馬功很痛啊 那看起來上面是不用看了 兩邊都是已經打得完了 但是重點這邊喔 這邊是重要的軍事核心地帶喔 好那日本展出了一些肉馬 要來反制這些戰矛 哇這個效果非常好 肉馬打戰矛非常非常痛 瞬間收掉了相當多戰矛筆 雖然日本的馬是沒有三防狀況 但是他的品種還是有的 所以打這個馬還是比較好用的 來看一下這邊 哇這三巨頭拆了非常非常多東西 哇到現在這個時候 帝王十三年還在補啊 日本這麼省了 日本的經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看這邊 經濟經濟 在發大財啊 好那連三級防目點下 看來這位玩家是非常重視經濟的玩家 非常有儲蓄觀念喔 從不會耗費大量職員跟對方運動力 是用少量資源做防守 然後慢慢進攻的一個玩法 好那大量戰矛 遇到這邊巨型龍斯基 還有這邊馬攻的對決 看起來這邊馬攻是要兩 馬攻打不贏戰矛的啊 哎呀 路線非常非常難打 那這邊有那個 輕騎兵 過來防守一下 雖然這邊輕騎兵 還沒有點下三攻喔 沒有三攻的話效果就沒這麼好 好正面 正面看起來馬攻非常非常大量的結射 黑色 但是這三巨頭還是沒解掉喔 日本人該怎麼辦 建築物被越拆越多了 而且大型建塔已經掉了四五座油了 但是 但是目前日本有點專攻上面的關係喔 這邊大量的石頭跟黃金 都被日本拿了下來喔 日本現在正面是一屬缺啊 連黃金也很夠用 但是保加利亞金礦區也剩不多 剩下這一塊了 這一塊黃金區要被斷的話 只剩這一塊了 兩塊黃金區還有這一塊 是他的生命線喔 那這兩塊黃金區 算是相當前線的地方 所以日本這邊怎麼反擊 會比較重要呢 我覺得日本開始往下進攻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喔 但是這邊有個銀壘在 而且這邊有巨型頭子機在拆城堡 但是那個巨型頭子機可能要掉了喔 那個馬攻擊機的硬解還是能解在掉了 6滴3滴2滴1滴倒了 巨型頭子機倒了 一台知道這個城堡能拿下嗎 我覺得有點困難啊 好 但是這邊有巨型頭子機也在拆 右邊的城堡 但是上面這邊有這些 這些射箭場的兵出啦 但是有大型箭塔在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那邊沒辦法拿出來 但保加利亞開始把大量兵往下派了 看起來是要來專心打下正面的地方喔 上面可能要放水流喔 避免要來防守了 那日本終於點下了二級攻 要來升級馬的傷害 那這邊也點下了馬陣 點下馬陣之後呢 這個騎兵老肉馬 收集數就會加3% 那這邊三級攻卻還是沒有點下啊 哎呀 沒有點下的話 這個經濟流比較差一點 但我覺得這邊保加利亞都已經打到地龍時代 這個三級農田也要找個機會點一下喔 這個加250食物來說 大陸體還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喔 可以使用非常大量的木材 那使用大量木材的話 就可以把這些把木桶 大量去補成這個農民喔 那你就有很多肉馬 然後再加上黃兵出這個重裝喔 打正面來說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畢竟這個馬宮沒有三級防 馬宮對射的話 保加利亞是沒辦法當到任何的鐵擬 那保加利亞的話 還是要出這個大肉馬 跟這個重蟲騎士來打正面的 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不然出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更好一點 好 那右邊上面這邊看起來的 軍頭石機跟這個大型艦塔 變成一個小軍隊 在這邊駐守 確實也把這個 城堡也拿下了 城堡拿下之後 這塊金礦跟石頭就要遭殃囉 就要變成戰火奇蹟的地方 那正面的話 畢竟由於已經戰火推到這個金礦區的關係 這邊的黃金的村民也不能再挖了 那最後的金礦女子殺這塊 跟上面提起這塊的黃金區 保加利亞的金礦花被賺光了 只能出大量洛馬 但是確實也補下了非常多的農田 不到67片 哇 不到67片的話 那洛馬就出了蠻多隻的 當然日本這邊 有點不知道在幹嘛 他的食物非常多 黃金也是 但是要打個日本武士 來浪一下也好 但日本武士 蠻怕這個弓箭的 好 但是這邊保加利亞 發起了反攻 大量洛馬過來 直接反擊有馬陣的傷害之後 攻速非常非常快 來看這邊戰毛兵 快速倒地 攻速非常非常快 哇 戰毛兵 一排直接硬身倒地 大量的肉馬 直接把這邊蓋 大型艦塔村民直接收掉 這個大型艦塔 八字卡八字路就停出了 沒有辦法繼續蓋 那連這邊的馬弓也要被收掉了嗎 哇 看起來是要被收掉了 零豬或是記憶也不薄了 但是這邊的話 你記憶沒有太多部位在防守了 日本這邊也開始出現肉馬 想要來自比長區植入 直接去騷擾對方的農民 那兩邊目前看起來的話 日本還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在的 日本這邊只要一直蓋這個防護艦塔 喔不是防護艦塔 大型艦塔 這邊的話 就會越來越難打了 那大量洛馬過來 再來阻止這邊 大型艦塔的製造 能夠反擊出來嗎 收掉 但是大型艦塔 打肉馬很痛啊 你看這個兩倍箭矢傷害 射弱馬還是很有傷害的 畢竟這傷害是8加7喔 兩倍傷害 跟城堡的傷害其實差不多了 因為城堡的攻擊力是15 11加4 攻擊力15 那這個大型艦塔也是8加7 也是15滴喔 只是他的傷害倍率是兩倍 城堡是4倍喔 兩個大型艦塔就等於用城堡的傷害 所以這個日本的大型艦塔 為什麼會這麼強 最主要原則是這樣子 那這個躲射孔也建好之後 也可以打到這個 艦塔下面的一個奇兵喔 也可以反制 哇那日本這邊 大型艦塔的攻勢非常好用喔 這邊奇兵一直亂串的話 損失的單位就會越多 肉就一直越壽 那反而是日本這邊 只要把肉馬送到敵人家的農天裡 就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大的經濟傷害 但日本這邊是無動無衷 沒什麼反應的感覺 大型艦塔非常非常強勢 好那中間這塊銀壘 日本始終沒有拿下的意思 一直在玩對手了嗎 我怎麼覺得他好像沒有很認真要進攻的感覺 好那終於寶家莉亞等一下 這個重型衝撤 三級還有三級已經補不下了 那這邊肉馬的傷害就會非常非常高了 看一下 這邊寶家莉亞先騎兵 攻擊力7加4 還有這個攻速加長 很明顯這邊攻速有33%加扯 所以這邊騎兵對局來說 寶家莉亞騎兵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日本的騎兵沒有特別的強 而且沒有三級防 所以這個肉馬過來守 還是守得相當好的 但是這邊只要一被燒得到農民的話 農民還是要跑掉的 但是這附近完全沒有任何城堡 也沒有營累 可以讓這邊讓村民逃竄 所以這邊農民的損失 還是非常非常的慘重 這邊充分數 已經降至104、105了 好那這邊由於日本的肉馬 數量比較多的關係 匈牙利青兵過來 並沒有太大的效果 好這邊再來一個正面大決戰了 正面直接一個反配 大型衝撤直接過來 但是我們要分飛 想要來全套直接撇這個衝撤 但正面的話 馬功操作一下 好直接把這個肉馬 稍微打帶炒一下 射光了大量肉馬 那這邊有大量的重型馬功 兩軍都在附射 那這邊附射的話 保加利亞馬功 是會非常非常劣勢的 畢竟少這兩發 日本還是很大的優勢帶 然後日本直接用這個馬功來硬結嗎 不要靠這個七十兵來解衝撤嗎 但是正面的話 非常大量的保加利亞的肉馬 衝了過來 但是後面又有大型箭塔 哇大型箭塔又在輸出 非常非常的狠 那一進來大型箭塔的一個射程之後 馬功還在輸出 能直接頂到這個箭塔嗎 衝撤在這裡 但是肉馬的話已經倒光了 日本的重型馬功素量非常非常的大量 哇馬功過來 其實真發的一個狀況 日本終於動真格了 開始補下超多的重型馬功的生產 跟新鮮的生產 這個排成無草屠破天際 哇 這個暴兵速度非常非常快 上面再打出外 日本這邊還繞了非常多的青尼幣 到了保加利亞家裡 除了正面打下面也在打 打一個雙線操作 那雙線操作讓保加利亞這邊機器 有點一陣不絕了 村民術已經低於 低於100個挖陣村民了 只剩下35個拔木口 15個村民在農田裡 那這邊經濟非常非常小 支援人都已經間諜了 那這一波大進攻來說的話 日本已經算是取得非常大的優勢了 基本上日本只要出一些去重新 我們面頭應該就會 村民打破十區吧 那這邊黃金要往前挖 欸其實日本這邊黃金存量也不多欸 明明他拿下了這麼多的金礦區 卻沒有非常多的村民在挖金礦 日本這邊村民術也是蠻少的 並沒有在補村民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經濟量已經很好了 僅僅有4000多木口 可以把這些村民喔 拍到前面直接挖黃金 沒關係 死了再用這個草木去補 本來木頭這麼多 好 日本這邊出了一些衝車 用來直接防守 加進攻喔 這邊衝車的效果可能會不太好 因為這個並沒有升級到這個大型衝車 是比較難用一點 誒 他這個是連輕型衝車都比升級 他是東西升阿 好 那這邊大量馬弓 馬弓需要拿到74隻了 哇 這個馬弓直接打帶跑射一下 打帶跑射一下 一把一隻肉馬 效果還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好 但是這邊很多肉馬想要衝進去 單一衝進去的話 就會被大量的大型箭塔 跟城堡直接被圍射 所以這邊還是要選擇 在其他地方排隊進攻 但是大量肉馬的庫拉 又遇到大型箭塔了 不管走到哪裡 都有大型箭塔 哇 保加利亞這邊非常非常的苦惱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些 日本的大型箭塔呢 選擇用衝車嗎 還是要用手指車呢 到底是要選擇什麼方法 大量級兵 畢竟保加利亞這邊級兵 就是可以升級靈甲三級防 所以除這個級兵來說的話 也比較好一點 對付這個輕級兵來說OK一點 但是這邊保加利亞 終於受不了 打錯局 畢竟黃金已經見底了 石頭也見底了 什麼都見底了 唉呀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發展吧 那日本這邊上城堡速度非常快 我們來看一下它前面到底怎麼做到的 好 日本這邊是優先點下這個伐木技術 那這邊由於這邊上城堡 上風景時間比較晚 所以這邊一級伐木 保加利亞是比較晚一點的 晚了時間 晚了快兩 欸一分多鐘喔 大概一分半左右 那一級農田的話 日本這邊則是點下城堡之後 才去點這個一級農田跟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也順便補了下去 算是一個處於開農狀況 而且這些動作 都是在保加利亞城堡之前就已經做完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前起日本就有一個大型的一個經濟的優勢在 那很有可能是因為日本在這個前起喔 這個採礦營地阿或者是魔坊 這方面來說讓它省下非常大量的資源 可以讓它早期多灑一點農田 或者是讓它蓋更多魔坊 去外面捕魚 所以導致日本這邊上城堡速度比保加利亞快了一點 畢竟保加利亞的話 要去做這些動作的話 伐木功能數量也不能少 因為畢竟一個魔坊要100也是蠻貴的 那日本這邊只要50 相對相對來說非常非常神 尤其是在前期 這種小細微的細節來說的話 對日本也是蠻重要的 好 那這邊到了城堡之後 點下這個 輪走 手推車 哇 這個經濟補得非常快 23分就點了 然後再點下這個26分鐘 帝王之前 就補下這個手推車 所以導致這段經濟成長 突飛猛進 那保加利亞這邊因為一直在打強軍事的關係 經濟發展 這邊連一級農田 都已經快要點地猛的時候才點一級農田 所以導致這邊經濟非常慘 那到遊戲結束也沒有點下三級農田 日本人是有點下這個三級伐木 那兩邊的經濟效率來說就會越拉越大 那科技方面的話 感覺沒什麼好講 比較特別是日本是前期打一個 森綠 這個思想救贖跟這個神聖思想 都有點 血量跟招搶建築工程器都有點 所以導致阿利亞 保加利亞這邊做一個投資車強攻的狀況 會比較難打一點 很容易被這個森綠招走投資車 所以導致前期要轉變戰術來說的話 消耗成本 資源成本太大量了 所以 讓保加利亞可能讓經濟科技比較難點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